大家好 我是John 今天在這個影片跟大家介紹 第一次這間Property剛剛收了鎖匙沒多久 就是一種叫做田字屋 這個東西是幾unique 給蘇格蘭的 就怎樣好像田字屋那樣 好像田字那樣 你有四個格格 這個就是樓上的 這個投資者就很有experience 是基於香港的 這個是他第三間物業 是一個area叫做Cardonnaud 或者Hellington G52 有些人很喜歡postcode G52 這個Property又差不多90歲了 OK 那他的home report呢 就105 那我們110 和這個投資者拿了 那我也想跟大家說 有時候我買個Property 可能會Below Home Report 有時候是On Home Report 有時候是加多幾千磅 那就很難 每個地方都不同的 OK 就沒有一個standard 有些人說 喂 是不是給超過10%就可以了 那或者10%就可以了 不一定的 OK Anyway 我稍後會稍後會倒轉鏡頭 跟大家做個workthrough 要做些什麼 那我們已經開始了少少東西 那這裡的budget 那個裝修呢 就三千幾四千 總之四千磅要做得到 那就 出租呢 就應該950左右 OK 950 有機會拿多少少都不定 OK 那 這個Property呢 就 我的投資者呢 很喜歡這類型的project 他很有experience的 那 為什麼呢 因為是farmly home OK 是farmly home 那這些是沒有管理費 什麼都要自己去打理的 那我們是屋頂 那其實呢 是freehold的 如果是 就是大家要share 那個responsibility OK 那 我不詳細在這裡說 最重要呢 這類型的property呢 你那個agent呢 要幫你去manage 那個building manage manage 那個property 不只是manage裡面的東西 外面的東西 都要manage OK 那 這個property呢 是有一個concern 是個roof 我一會兒會跟大家說 是有什麼concern OK 還有另外一樣東西呢 就是後面呢 有棵樹的 OK 有棵樹 在我後面應該都 我想這裡有 我不知道幾多個meter 差不多10個meter 左右 有棵大樹 這些東西呢 都是要那個agent 那個letting agent 跟你打理的 因為這個是屬於 property management 不只是 租客的問題 OK 那我現在倒轉鏡頭 跟著呢 我又 周圍的環境走一下 OK 這個環境呢 是全部家庭客 全部現在變成了私人客 OK 那我現在 倒轉鏡頭 和大家做個workthrough OK 走上樓梯的 這些地毯呢 是part of那個收樓 我們會去洗的 OK 這個property 其實大部分的東西 都include condition OK 看上去就不太靚仔 但是這個 整間屋 不是特別靚仔 其實呢 我們租屋 最重要是看那些東西 實不實際 OK 這個boiler 很新的 應該是六年左右 那這個bathroom呢 他們全部這些 填製屋 在這個區 都是這樣 你有 是比較小的 OK 有個棋位 那個shower 看上去都幾新正 OK 這個牌子我認不了 照用 OK 那這些東西 都算很新正 OK 那我們會和它換個waterproof 那個燈 OK 那這些地毯要洗 OK 那些油 要油 那些牆 light painting and decorating 應該這樣說 那地毯呢 這個房 是 三個房的 主人房 這個主人房 兩百尺 OK 這裏兩百尺 那有個bay window 給你們看一下 那個街景 OK 那街景就是看這些 那些 那這裏呢 是拍車 可能是一個 concern 我們沒有一個 drive way 要在街那裏拍 在前面那裏 在棵樹下面那裏拍 如果是我們的話 OK 那這裏和它換地毯 我們剛剛和它拿起了地毯 這個房子 要油油 油油 油油 那 就 怎麼說呢 就 第二個房 我給第二個房子你看 這個第二個房子 地毯要和它洗 OK 它又有個cupboard 在那裏 那裏 又是油油 OK 那這些門呢 是實門來的 這些是original的 這間property有90歲的 90歲 這些還是original的 OK 那是啊 因為它實門來的 實木的門 OK 現在那些門 全部不是這樣的 是那些甲心板的 OK 那這個地下 OK 是木的 真木的地下 那這裏呢 有個storeroom OK 那這個門就不是original OK 因為呢 其實以前呢 這個位呢 不是這樣的 是有個 就是好像有個櫃一樣 就是 他們拿來擺酒啊 擺一些擺設的東西 OK 那這個是 第三個睡房 其實呢 有些人就拿來做dining room 但是現在呢 因為呢 可以用 當是房那樣用 是收多些租 我們一定會是 當三房那樣出租 才拿到950 OK 那麼呢 這間房又是油油 OK 那麼呢 那個4000磅的budget 就是要油油 這些 還有做些maintenance 那些窗呢 這間屋呢 那樣樣東西呢 是最重要的東西 是ok的 OK 就是這個 這個窗 OK 那麼呢 那廚房呢 是ok的 那廚房呢 那麼呢 是 怎麼說呢 那廚房呢 那個小 它全部都是這麼小的了 如果你看過我別的 嗯 看 別的video呢 是很小的 ok 那麼呢 這裡呢 是雪櫃位 我們不提供雪櫃給它 它自己買的了 洗衣機位呢 就是這裡 ok 那麼呢 就 對了 這個是 反而是洗碗機 哈哈 洗碗機 我要問一下 Joy先 它怎麼處理 因為呢 一直在這裡 因為一套東西的 那麼呢 我們一洗衣機呢 就放在 Joyce跟我說 說不愛 拆了它 因為洗碗機 這樣呢 就變了普通的 普通的櫃 ok 少過香爐 少過櫃 那 ok 那麼這個廚這裡呢 又是比較老款一點 我們都要跟它 做那個 又有 ok light painting decorating 那麼呢 我出去和大家看一下 那個花園 哪個屬於 哪個的 ok 那麼呢 就 喏 這個 這個 前面這邊呢 這裡呢 就是屬於 這間屋的 那麼呢 這邊呢 就屬於 樓下的 ok 它就有 車輛 我們就沒有 那麼呢 看後面呢 後面呢 就 後面就不是這麼清晰 我都不進去了 因為呢 只是草地而已 我跟大家看一下 這個 這間地區 OK 咦,我現在走了那個屋的對面 那棵樹的距離約10個米左右 這棵樹也挺大棵 第二,暫時不是一個問題 買這些屋最重要是屋頂 那屋頂呢,如果大東西 就應該兩家負責的 小東西呢,如果好像 我們都找人去檢查有沒有漏水 還有那個home report都提及過 應該是不夠通風 不夠ventilation 變成裡面潮濕 我們都要找人跟它看 還有這裡曾經漏過水 所以我們都要確定那些管是ok的 有沒有好像這些管 做這些property 就是多了這件事 那不要買這些property 就不是,因為這些就沒有管理費 變成了樣樣東西你自己控制 我給你們看一下這個區域 全部都是這些context 你看到呢,家家都不同的 有些人有些driveway 有些人做了 那這些人全部都有人居住的 好像這邊呢 直接有個閘 所以這些區都是很好的,ok? 讓我介紹一下自己 我叫阿John 我和我太太阿Joyce 有間公司 based在Glasgow 是一條龍 幫香港人物業投資 那呢,我們會幫你找個property 我們的team會幫你做裝修 跟著我的team去找租客 最後呢,會去manage property Thank you 先看看